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 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于18号在瑞士苏黎市举行会谈 此次开年不久举行的中美高级别官员会谈 受到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 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杨春发挥的报道 这次刘鹤副总理会见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外界都非常关注 因为前一天刘副总理刚刚在达沃斯论坛上 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经济将在未来恢复增长的强烈信号 聚集在达沃斯的各国媒体都给予了详细报道 所以2023开年不久 中美两个大国的重量级人物的会面 将向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就成了全世界都关注的焦点 作为全程报道这次会见的记者 现场有几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首先就是刘副总理和耶伦见面的气氛很融洽 有种老朋友见面的感觉 确实 刘副总理和耶伦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 其次就是这次会面给记者留出的拍摄时间很长 通常来说这种分量的会见 给记者拍摄的时间也就是一两分钟 在场的警卫就会提示时间已到 记者们即使没有拍到满意镜头 也只能离开 但这次从两人握手到坐下后的开场寒暄 时间至少有七八分钟 让记者们觉得非常过瘾 有一个幕后的信息就是 这次会见的场地和拍摄是由美方负责 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美方对会谈的重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在双方谈话中 共同谈到了要落实元首外交的成果 加强沟通协调 特别是双方强调 在联合国G20APAC的框架下加强合作 联想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在这次达沃斯论坛上 关于弥合分歧重建信任 携手应对多重挑战的呼吁 刘鹤副总理和耶伦这次会见达成的共识 就显得更有意义